邏輯是這樣 1 按下它自動幫我把這些格式化 2 清除掉 那怎麼做 1 一樣寫一個程式 插入一個程序名稱叫格式化 那一樣呢跑個回圈 中間的話是比較特殊的 有沒有 你其實可以把這個複製到這裡 For I等於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Unless 一樣 接下來的話呢 差別就是你要做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呢 欸 判斷如果 它的依然 所以這邊的話 如果它的依然 if sales 它的同一列 哪一列 I列的依然 如果怎麼樣呢 如果是 我要排名是小於等於7 所以小於等於7 這個是一個條件 空一格 then then的話是然後 然後你要做什麼 Enter兩項 再打一個end if 就是結束這個邏輯判斷 好 那裡面的話就是 當這個條件 為 true 為真的時候 也就是說 它是小於等於7 你才去做什麼事 做什麼事呢 把它 同一列的 A 藍 的 底色 換成黃色 同一列的 A 藍怎麼敘述 其實很簡單 就這樣子 把它怎麼 複製過來改成 A 就好了 這個叫 同一列的 A 藍 的底色喔 底色的話呢 就是什麼呢 好 這邊我 記得 瓜糊先把它移到旁邊好了 等一下再把它加回來 點下去喔 才會提示 如果你有瓜糊 你點到瓜糊右邊 它不會提示 它有底色叫 INTRO I N T R 這個 你就選這個 INTRO INTRO指的是它的底色 填滿的顏色 點什麼呢 點Color Color 等於什麼呢 黃色的話就 RGB 前面好像講過 顏色的話 只要記得RGB 有點像一個調色盤 R紅色嘛 G綠色 B藍色 那如果你要黃色的話 其實就是 黃色配綠色 紅配綠吧 常用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這個 其他色彩 這邊有其他色彩 黃色看一下制定 255 255 0 OK 那調色盤呢 如果你把這個顏色加上去之後的話 那 這樣子 255 豆點 255 豆點 0 OK 這樣子寫完了 記得把這個 這個瓜糊再把它搬回來 因為我剛講過了如果你有瓜糊點下去 它不會提示啦 除非說你自己已經知道這個INTRO怎麼拼 OK 這樣的話程式就寫完了 就這樣而已喔 不多一個回圈 一個邏輯 做這件事情 來試一下我OK 執行 全部都OK了 那清楚的話呢 基本上 就是在怎麼樣 不需要邏輯判斷 把這一串呢 複製到這邊 不用外面邏輯 反正全部都把它恢復成沒有 沒有底色的話就是 把A藍的INTRO COLOR 變成沒有 沒有的話記得喔 就是 等於 沒有底色 就 XL NUM 沒有 OK 那這樣的話就清除了 清除 這樣就OK了 所以最後做完的話 按下它 這樣就OK 清除 這樣就OK 那我把 結果 這邊 大概就長這樣 OK 應該 城市沒幾行吧 應該可以記得加 那 如果 考試的時候啦 反正就是 我固定喔 我們教什麼就考什麼 所以我講過了你就把它練熟 我就考這些就好了 也不會有多的東西啦 OK 然後影片有錄下來 所以如果你有些細節 不懂 你就再聽過啦 OK 那 最後後面還有一個前期名 不過前期名 你今天要講的 應該沒有那麼多 所以你今天大概就是 把 這 三個 四個按鈕做完 這個下一個禮拜再看好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下禮拜好像是 放假 那就下下禮拜好了 OK 我幫妳看看 我們看到 跟我們沒有那麼多的 下禮拜 也夠了 剛剛